小垃圾不骯髒 秘密無意收費已經在實踐了 這個屋苑無意垃圾收費 看看你們進行得如何 香港的垃圾徵費都說了十幾年 我覺得始終有些大屋邨 走出第一步 改變幾十年 扔垃圾的行為模式 這方面是相當容易的 現在它已經有一個意識 起碼把所有有用的東西拿出來 根本來說所用的錢就會很少 在參與這個計劃之後 我們看到最大的變化 就是居民的回收熱烈了很多 我們平時看到他們 拿著一袋一袋不同的回收品 就下來樓下十一式的回收箱 不停去擠、分類 回收套多乾淨, 沒味道 我覺得整個計劃都非常成功 我想成功的因素在於 有一個良好的溝通過程 發團和物館的配合都很重要 第三件事就是一個好的回收渠道 我覺得宣傳和教育相當重要 經過幾個月不停的宣傳教育之後 我感覺到他們全都接受了這件事 所以到現在,今時今日來止 雖然我的計劃已經停止了 但我們的屋邨仍然繼續保持 環保回收的運作和精神 沒有人偷懶我就放心了 大家一起扔少一點, 省多一點 小垃圾不垃圾 廢物無意收費已經在實踐了 雙眼好像在做無意收費 看看有什麼要幫忙 香港的餐飲、零售和酒店業 其實在國際的知名度非常高 但同一時間, 他們亦產生了不少垃圾 所以我們希望探討一下 在這些界別之中 怎樣可以多做一些減費 我們聯同我們的合作夥伴 一起合辦了三次詳細的座談會 和租戶的密切溝通 了解他們減費方面的需要 是這次這個項目成功元素之一 哇, 你看 我們很高興這個計劃 有105個商場的租戶 還有26個辦公樓的租戶 和整棟的酒店 參與這個計劃 街市時有些蔬菜或者生果檔 他們其實見到我們有這個模擬測試時 他們都很開心 我們會有一些環保敲數的 一班參觀陸在區區的社區回收站 讓他們知道更多方面的環保訊息 從廢物、棄質量的數據來看 無論是商場、街市、住宅還是寫字樓 都有顯著的奪幅 另外一方面 我們提供了一些回收的辦法 給物業管理和清潔的承辦商 我們覺得這方面是相當成功的 最重要是大家應該多點溝通 一溝通好, 各方面都可以得心形勢 希望大家一起做得到 這個丟少一點, 省多一點 大家這麼努力 一定可以丟少一點, 省多一點